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枣酥饼干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大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再加入40克白糖 接着我们先加入70克食用油 最后我们再加入两克无铝泡打粉 然后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往里面加入150克的低筋面粉 然后再加入20克提前切好的红枣碎 最后我们再加入5克黑芝麻 接着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取适量的面积 先在手心处把它揉成圆球 然后再用手把它按压成小饼的形状就可以了 都做好后先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有贵有纸的烤盘里面 然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蛋黄液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70度 烤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红枣酥饼干吃起来非常的酥脆香甜 咬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红枣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